持續帶您關心社會消息 泰國籍有一名21歲的女大生 她為了要籌賺學費呢 她持著觀光簽證來台灣 竟然是來賣淫的 而且呢 這個園警她洋裝成嫖客 和這一名女子約在旅館見面的時候呢 將她逮捕 女子向警方表示說 因為是家境不好才會出此下策 而泰籍女大生被依照違反 社會秩序維護法移送法辦 警方調查 女子來台兩天 一共接了七八名的男客 她在泰國仍然有大學的學籍 女子透過通意向警方表示 是為了繳交學費 所以下海賺錢 自己家境不好 想讀書就得自己賺 才會出此下策 警方訊後 依照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 將女子移送法辦 並且依照出入境的管理法 交由移民署新北市專情隊 擇其遣返 最近藝人黃燈輝 她跟這個啦啦隊的女神 懶懶還有若同等人 飛到了新加坡來拍攝外景的工作 那麼一群人甚至還大膽挑戰了 高空彈跳 別想到他們才結束行程 回到台灣 黃燈輝就立刻受傷 送急診了 黃燈輝日前跟懶懶若同 林俊逸等人到新加坡拍攝 期間藍藍也分享了去高空彈跳的畫面 一群人順利完成工作返台 沒想到剛落地沒多久 黃燈輝25日晚間 突然透露人在急診室 並且PO出在掛號櫃台前的自拍 只見她戴著口罩 穿著休閒 表情似乎不太舒服 提到病情 她才搞笑的表示 一定是高空彈跳的關係 不可能是年紀大閃到腰 不可能絕對不可能 對此藍藍轉發關心 還不忘調侃說完蛋 希望阿輝一切平安無事 但可能跟年紀還是有點關係啦 在台東有名暖心的爸爸 他每天是會開的箱型車 接送七名學生上下學 沒有想到今天早上在路上 與一輛小客車發生對撞 車上的七名學生受傷送醫 而暖心爸爸是當場失去了呼吸心跳 送醫搶救之後依舊宣告不治 台東市外環道路口 26日上午7點多 發生一起嚴重車禍 一輛載著七名國高中身的箱型車 與一輛迴轉的小客車對撞 七名學生受傷送醫 箱型車駕駛 當場失去呼吸心跳 送醫搶救後仍宣告不治 據了解 當時車上有六名國中生 以及一名高中生 都是資本地區的學生 由於學校距離市區路程約20公里 為了讓學生安全上學 並且節省時間和金錢 經家長協調後 由慈心爸爸早晚接送上下學 並駕駛向行車接送學生 事發當時慈心爸爸的兒子也在車上 慈心爸爸送醫後仍宣告不治 而自小客車女駕駛 酒測值為0 五名險外傷 而七名學生中其中一名學生傷勢較為嚴重 但無生命危險 目前詳細事故原因 還有待進一步調查釐清 東海國中校長卓士宏表示 目前先掌握受傷的學生名單 確認學生的狀況後 並跟家長保持聯繫 新北市中山高架橋在23日下午發生了一起嚴重車禍 一輛公車追撞前方的小貨車造成中山橋毀堵 一共造成了13人受傷送醫 其中還有一名女性傷者是孕婦 而當時恐怖的撞擊畫面現在也曝光了 公車謊神追撞小貨車 兩台車失控橫跨車道 直到撞上分隔島才停下 零件碎片飛噴散落一地 車上的乘客驚魂未定 頻頻向前查看 試圖確認發生什麼事 這起嚴重車禍發生在新北市中山高架橋五公路出口處 23日下午2點多 一輛公車沿著外線道行駛 卻疑似謊神未注意車前狀況 在進閘道口時追撞前方一輛貨車 造成貨車失控衝撞閘道分隔島 而公車更是橫跨車道 撞上內側分隔島後才停下 造成往新莊方向主線車道封閉回堵 車禍發生後 公車車頭以及右側玻璃全部毀損 乘客九女二男以及雙方駕駛共13人 受到輕微差錯傷送醫 目前警方已對雙方駕駛進行酒測 街舞酒駕情況 初步懷疑是公車未保持安全距離 追撞小貨車而肇事 但詳細肇事原因仍待後續調查釐清 接著帶大家來關心到的是 蘇花公路新澳隧道日前發生重大事故 一輛沙水車肇事導致十七車的連環車禍 造成一人死亡十一人受傷 而死者的女兒表示事發至今 肇事的司機以及所屬公司都沒有來致哀 怒批說誠意在哪裡 對沙水車肇事有什麼樣的一個看法 你覺得他這樣做 我覺得他的一句謊言 他扼殺了我們親情 扼殺了爸爸看到媽媽的最後一面 媽媽在最後的時候也是一直在等他 直到他看到這個消息 他直接撞一下媽媽就往生了 死吧 他讓我們沒有時間好好的去準備他的透視 其實都是這麼突然 我沒有辦法接受他一個謊言 所有事情都結束 好像所有的檢察官法官還有媒體的人員 幫我們去伸張任意 我們無法接受這樣的事實 希望大家可以調查得清楚 我們到現在沒有接受任何的人員 只有接到檢察官官方的一些需要調查 配合調查的一些偵查或是一些筆錄之類的 他們所有的人員沒有一個人來致歉 致哀 公司也都沒有 公司跟個人都沒有 那你的誠意在哪裡 沒有啊 什麼都沒有 所以你們那時候聽到謊神這兩次 真的是不能夠接受 當然不能接受 你謊神謊那麼多秒 你至少在這個長場的路程中 你怎麼樣踩煞車吧 你連煞車表示你一整趟路 你都沒有 你都在謊神中耶 什麼事情那麼重要 媽媽一起走 媽媽可以在路上一起牽手 一起往另外一個路程中 這是唯一的唯一會見 就是媽媽正是在等她 她是一直在等 我們下午中午就已經知道 她是一直在等她 聽到這個消息就直接 你能想像走在棋楼的时候 竟然会被砖头雨给砸到吗 对 这是一个非常夸张的事情 就发生在基隆 这边是基隆被民众称为 是大卖的麦当劳旧址 那么麦当劳停止营业之后 传出有精品服饰要进驻 那么昨天上午厂商正在拆除 这个装潢墙的时候 没有注意到地上的通风管 导致砖头掉入风管 直接砸破一楼的棋楼天花板砸向地面 不过还好没有人员伤亡 施工包商表示 因为拆除二楼隔音墙时砖块掉落 正好通过风管管道砸破天花板 才会掉落到棋楼上 目前施工包商暂停停止施工 为起封锁线 并暂时禁止民众通行 清除砖块 督发处人员货报也赶往现场 要求施工单位即刻停工 并于现场拉起封锁线 根据建筑法将对起造人 监造人以及承造人 各自处以三万元的法环 接下来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在嘉义中埔呢 有一处溪流挖出来的一个巨石 就是这一个原来看他的形状 有没有觉得像什么呢 你这样子问我是不是会给我一个洞 要借我跳进去呢 当然大家都看得出来吧 其实就是蛮像一个很巨大的男性生殖器 没错 对他被挖出来之后啊 想他们就这样把他供了起来嘛 然后呢也导致说很多人呢 就是想要求子的时候 民众真的就会跑来摸他 对那因为也太多民众来摸了 然后希望可以祈求这个好运 所以呢当地的民众呢会担心说他会受损 决定呢用栏杆把他隔绝起来 民众全都抢着磨一把 你没看错 这根巨石长得就像是男性的生殖器 这里是嘉义县中埔盐管村 九二一灾后进行河川整治时 厂商意外在石兰溪捞起一颗形状特殊的石损 经当地社区其老和民众商求之后 希望能将该石损留在社区当作整村之宝 不过习近后的石损要么相似男性的 寸职器官一度在地方掀起话题 设计最后将其装置在坛西旁的庙宇 作为地景艺术品 但不少民众因为好奇 或者是为了求子相继前往摸求好运 当地民众担心石损受损 最后由地理师建议用栏杆隔绝 才免去被摸到金光的尴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